各位傳媒朋友 今天港鐵在紅磡站至旺角東的列車出軌事故 是非常嚴重的 我們見到至少有三軌的列車脫離軌道 而今次在相片當中見到的情況是非常特殊的 因為列車的中間斷開了 所以我也希望政府部門要做仔細的調查 不能夠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以及要做一些防備 避免類似事件的發生 而根據現時的罰款機制 我估計港鐵是需要在頭四個小時 就已經要支付五百萬的罰款 之後如果是逐個小時計 就要二百五十萬 而今次的事故都是相當嚴重 包括要恢復路軌 以及要調車去車廠都需時的 我估計可能都要去到二千五百萬的上限罰款 而今次都希望相關的部門能夠介入去調查 令到這件事能夠水落石出 一方面是要做防備 第二方面是要避免類似事故的發生 那若果是港鐵的基建出現問題 它都應該要清楚交代 但若果是有其他的因素 可能相關部門都要盡快展開調查 而在現場我都見到有工人已經在陸續續恢復一些工程 這些工程可能是需要時間的 但亦都會有部份的資料和證據 那方面都希望政府要慎重和認真處理 才可以確保真相能夠得到調查 根據部門一貫的做法 他們都需要做一些獨立調查 可能都需要三至六個月的時間去做 而這個時間需時 我都希望港鐵可以盡快出來講一些資訊給公眾 而今次在疏散的時候 我們都見到情況比較混亂 有部份乘客在車廂上面 他都不知道究竟落車好 還是繼續保持在車廂裡面 另外就是在疏散的時候 其實都見不到有很多港鐵的職員幫忙 去疏散那些乘客 所以希望港鐵就住整個的緊急事故安排上面 他都可以做一些公佈 以及做一些檢討 令到乘客在遇到這些事故的時候 是可以有他的處理辦法 亦都不會觸手無策 可以說一下 可以說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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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做一些事故事 可以說多一點 所以我們要做一些事故事 會有很多事故事 可能會觸手 會有很多事故事 會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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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要插手 會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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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要留在那裡 這是一種安全的問題 我覺得MDR應該更加進入這個地方 好,謝謝